我卖掉了我的比特币 现在呢我卖掉之后 总共的盈利是130% 也就是说在任何股票当中 还有投资当中 这应该算是我有生以来 投资回报率最高的一次了 虽然说我的投资经历不是特别的长 但是这次投资比特币呢 却给我带来了比较丰厚的利润 那么为什么我要卖掉它呢 以及我自己对比特币这段时间的看法 我今天的这个视频呢 就要和大家来分享一下 如果说大家对比特币有所了解呢 也可以来听一下我的视频 看看我说的到底对不对 因为对于比特币 其实就是每个人都有每个人不同的看法 所以说呢 今天我就通过我自己的一些认知来聊一下 什么是比特币 比特币的价值在哪里 持有比特币的目的又是什么 然后我对比特币进行投资的一些策略和想法 如果大家喜欢我视频的话 不要忘记给我的视频点个赞 订阅一下我的频道吧 好了 先给大家看一下我的这个投资回报 看一下这个截图 是回报率是130% 其实本身在普通的股票投资或者说房地产投资当中 有这么高的回报率可能很多人都已经达到了 但是在我目前而言的投资当中 这已经算是我投资回报率最高的一次了 那么我之前呢 在买比特币的时候 最早的时候是在三月份之前 我是五六千的时候买的 后来跌跌涨涨一直到七千 它就变动不是很大 因为大家都知道其实比特币的变化是很大的 它就一直变化不是很大 我就给它卖掉了 后来呢 因为那个疫情在家 我也有做很多的研究呢 在比特币涨了八千的时候 我又买入了 这个时候呢 我就一直没有动 直到昨天的时候 我终于忍不住了 把它抛掉了 那我抛掉的价格呢 是每个比特币价值一万八 我今天就来和大家聊的第一个话题 就是什么是比特币 其实说白了 比特币就是一种虚拟的电子货币 其实英文叫cryptocurrency 你看currency它还是货币的意思 所以说它就是一个虚拟的在线的网络的一个电子货币 它唯一不一样的就是说这个建立者在建立比特币的 它是脱离了政府的 也就是说它是不受任何政府监管的 它就在这个网络上 就是internet上面 那么它在这个上面就意味着 我在美国我有一个比特币 跟我在中国有一个比特币 跟我在英国有一个比特币的价值是完全一样的 也就是说全世界的人类都持有同样的比特币 是没有汇率这么一说的 它也是有总数的 为什么这么多人觉得比特币以后会是比特币的 比较稀缺的或者说它会暴涨 就是因为它是有总数量的 它的总数量呢是两千一百万枚 那么据现在统计呢已经有超过一千八百万枚的比特币被发现了 被开采出来了 他们很喜欢用开采这个词 感觉他们是在挖矿 因为他们把比特币和金币一样比成一个真正的货币或者说金钱吧 所以刚开始我在学习的时候 我是不太能理解的怎么还要去挖矿 所谓的挖矿过程就是在网络上去发掘这个比特币 当然还有什么矿工啊什么的 咱们在这个视频里边就不谈了 因为我当时看了这些之后 我整个人是属于蒙圈状态的 那么我对它最简单的理解呢 就是它是虚拟的电子货币 是不受任何一个政府或者国家监管的 同时呢它是没有汇率的 就是说全世界的人拿到的比特币都是一样的 稀缺呢又是因为它有总数限制的 那么现在我就和大家来聊一下这个比特币到底它的价值在哪里 我就是这个视频我是站在一个我自己入院行者的认知上面来分析的 所以说我不是站在一个经济学家或者说了解这个虚拟市场的人的方面 也不是站在一个抵住比特币的人的这个方面 也不是站在一个支持比特币的这个方面 我就是我个人的一些看法 那么在聊到比特币的时候 它就是currency就是一种货币 那么货币首先币呢其实就取了一个象形 就感觉它是一个这个货币 那么货呢就是以物换物 或者说在交换的过程中它才是有价值的 那么持有比特币跟你持有黄金其实是一样的 你拿在那里它是没有价值的 它的价值的体现就是你在交流或者商品在流通的过程当中才能体现它的价值 就是据我了解很多地方可以开始用比特币来进行交易的 比如说之前说买东西可以用比特币来交易 而且我这段时间在查黄金说看能不能买到实物黄金 那么在购买实物黄金的时候 很多网站也是提供你可以用虚拟的比特币来进行交易的 所以说我个人认为比特币本身的价值 它就是只有在您在使用它交易的过程中才会产生 那么本身持有它 它是不会给您带来任何现金流的 你比如说我们在买房产的时候 我每个月收租金我是有现金流的回报的 但是比特币的持有呢 跟你持有一块黄金有点类似 它本身是不会给您带来任何的现金流的 那只有你在以物换物的过程当中才能体现出来它的价值 它涨了 它只是一个数据而已 你只有把这个比特币像我一样卖掉 给您带来的价值就真实的体现出来了 大家理解了这个之后其实就很简单了 因为大多数的人在打比特币的时候很简单 它就是为了实现财务自由 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在购买比特币的时候 目的都是一个 就是变富有 能通过它实现财富自由 或者说能通过它一夜暴富 因为这就是比特币带给人们的直观感受 因为它暴跌暴涨是比较多的 而现在我来和大家说一下我为什么就卖掉它了呢 因为比特币它本身的在建立的时候 它属于一个去中心化的一个虚拟的电子货币 但是我在交易的过程中我是用Robinhood来进行交易的 我在想忽然这种能用券商来交易是不是又给它中心化了 所以它在我这里对它的理解上我是有一点矛盾的 它的定义上是去中心化的 但是你通过这样的方式购买又把它给中心化了 所以说这一点呢 确实我认为还是比较矛盾的 而且很多人能够黑客呢 他到你的账户里面 还是可以把你的比特币倒走的 当然这个网络技术问题 我们在这里就不去谈了 而且就于这段时间比特币的暴涨了 大家注意到没有 PayPal上面可以购买比特币了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使用微牛 我知道大家在投资股票的时候是使用不同的券商 如眼行者在这里用的是Robinhood 还有微牛 还有M1 Finance 还有Acons 大家也可以通过视频下方的链接进行注册 那么微牛呢也是在前段时间前不久才开通可以购买比特币的 呃我这里用比特币不太准确啊 其实就是虚拟货币 因为比特币只是虚拟货币其中的一款 它还有很多款 那么同时呢PayPal在前不久也开放了这个平台 就是你可以通过PayPal来购买比特币 那么与此同时呢没过多久 比特币就一下子暴涨到了一万八 那么我自己分析看 我就觉得就是因为可能它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 微牛也可以购买 PayPal也可以购买 PayPal用的人就更多了 你炒不炒股 可能现在每个人通过转账的话都会用PayPal 所以说呢这就更加大了一些人对这个比特币 或者说虚拟货币的信心吧 可能以前很多人只是在观望了解这个东西 但是一看 亚微牛也有了 PayPal上面这么常见的一个转账工具 都可以实现比特币的购买了 那是不是我就比较放心了 所以我个人认为比特币的暴涨 跟这个也是有关系的 那么我来说一下 我为什么要抛掉呢 说白了比特币就是一个虚拟的电子货币 或者说任何一款虚拟的电子货币 它无政府化 去中心化 它只是全世界互联网上的这么一个东西 那么互联网如果说有一天互联网崩溃了 那你拥有的再多这种虚拟货币都会化为乌有 都会成为零 所以说它不太像是一个你拥有黄金那么有保障 黄金它确实是有价值的 你在卖掉了它之后 你不管用一个电子账户的黄金 还是说你用实物的黄金 如果出现问题 你还都是可以能找到的 但是虚拟货币这个东西就有一点玄乎了 但是你看它涨涨跌跌 现在互联网在疫情的影响下 再次验证了互联网就是未来的发展趋势了 所以说虚拟货币呢 也实现了它的一个暴涨 但是什么时候会暴跌呢 任何人都不知道 因为它是虚拟的 可以说是人们在互联网上构造了一个东西 如果说有一天互联网没有了 那它就有可能会瞬间没有 所以我对于比特币投资的一个概念就是 见好就收 赚到了就跑 这就是为什么我把它给抛掉了 因为现在它涨到一万八 已经很接近历史的高位了 而我在八千块的时候买的 所以说我觉得我赚吧我也赚够了 如果说它真的以后再暴涨的话 那就证明我自己是没有福气挣那个钱的 但是我对于现在我从八千涨到一万八的这个利润呢 我觉得我很满足了 所以说我就抛掉了 那么总结一下我对比特币的投资理念呢 就是低点买高点卖见好就收 可能很多人会说虚拟的电子货币适合长期持有 但是如眼行者本身不会对这种虚拟的电子货币进行长期持有 一定是涨到一定我觉得我很满意了 我就会跑掉 好了 这就是我对比特币自己的认识 以及比特币现在暴涨原因的一些分析 以及我投资比特币的一些个人看法 如果说大家喜欢我视频的话不要忘记给我的视频点个赞 订阅一下我的频道吧 拜拜